继续讲讲国内的消息 在国内有很多盲友想过方法 要在内地买房子 买房子要交社保 有些地方 那怎样呢? 现在就不要再用社保挂靠代矫这件事了 现在警告大家 这件事现在走不通了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国内正在整治这件事 因为2022年3月18号的时候 就出了一个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 以前很多人都是要挂靠代矫的 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我不怕告诉大家 我们自己在这里有些朋友 他为了社保或者医保不要断工 他在内地就找一些亲戚帮他搞的 他明明不是帮亲戚打工 但是呢 就把一些东西就放在亲戚那里 就说我帮他打工 那就帮他搞社保 那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交了社保 才可以买到车买到楼 有很多人 还有有些人就 怕那个社保会断工 就是他其实离开了内地的了 但是他就想继续供住先这样 因为他也打算会回到内地的 有些人譬如留学这样才算 那他断工了 那他就怕有些东西会失效 那回到国内就很不方便 那他就也是找一些人就 挂靠那样 其实呢 在内地还有一种生意 就是现在这种生意 我现在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呢 我都不想搞到那些人没有生意做 现在国家呢 就是取缔的时候呢 那这些生意呢 大家就不要帮 就是那些代缴公司 就是有些代缴公司是 就是直接开到声音 我帮你交的那些 其实呢 这种做法呢 现在已经是违法的 其实以前呢 某程度上呢 是一个灰色地带 只眼开只眼闭 只眼开只眼闭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呢 就根据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的 第32条 他规定了的 那他里面呢 就说 用人单位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以欺诈偽造证明材料 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88条的规定处理 那其中呢 就包括什么呢 通过虚购个人讯息劳动关系 使用偽造变造 或者导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这些手段 虚购社会保险参保条件 违规保条片取社会保险待遇 那现在 在内地很多个省的人社部 已经是发布了消息的了 就说明这个挂靠参保 虚购参保 这些是涉嫌违法违规 那广州人社局呢 就还发了一篇文提醒 不要信那些一次性 那些保缴的广告 就是他有一次性社保保缴的 那现在 全国呢 都正在整治这一件事的了 叫社保基金安全和违法违规 参保保缴 专行整治行动 那些事的后果呢 就很严重的 就是 究竟要不要坐牢呢 应该不用的 暂时看到的 但是 如果你是那间公司 挂靠了很多人的话呢 那就大件事了 这个麻烦就可能会增大 那天津人社局呢 他们微信也发了文的 那代缴挂靠的风险呢 比较多 违规保缴呢 其实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他就说 那这个也很麻烦 之前呢 很多人做这一件事 都是为了 买楼的资格 尤其是一线城市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一定要说出来先 那 要看一看先 网友留言 那 香港是不是HK就说 中庸之道 年纪越大越有感觉 那 另外呢 就是 强盛说 香港用石屎风 是防止水滔流失 上海试过河道側起楼 因为河道水冲散地基 整座十几层楼躺下 有其他方法的 就是有些方法呢 弄了出来 是会漂亮一点的 就是我也要说回 就是用石屎做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但是呢 现在有其他方法去处理的 现在和以前 就是有些地方是不同了 这些做法是 那 那 回来说回 就是这个 社保这个问题先 好 现在 真的要小心了 因为有些人呢 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举个例子 他想在 北京买楼才算 我记得北京就要有两年社保的 有人呢 就会做一些 就是那些叫做 挂靠 代矫那种情况 那 现在就一定要很谨慎了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呢 其实 就不要这么做了 这个一定要 因为呢 地方社保呢 其实 是有针对一些 灵活就业的人的 缴纳社保的办法 其实 你是可以直接去交的 那 你如果直接去交的话呢 那他有些条件 那你自己要去那个人社保那里问 最好就不要再搞那个 找人代矫 因为 就是代矫呢 其实就是 那些人呢 是不知道那个正规途径是怎样的 要么呢 就贪方便 那 有些人呢 就 就 严格来说呢 不算是灵活就业的人的 他只是 不想 中断这个 这个连续交 这个社保的而已 那 当然了 就是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还有 就是 灵活就业参保的 限制呢 现在放宽 其实就 有些人 他都会继续搞那个 代矫的了 就是我都 告诉大家 其实有些事情呢 就完全取代不了的 或者不能够完全取代 应该这么说 但是呢 被做这些事情的人呢 就尽量不要做了 因为呢 现在是会很麻烦的 因为呢 在成都的人社局呢 他 直接是说到呢 就说 这个 社保代矫 就很巨大的风险 权益呢 就没办法保障 公司就走路 人财两空 洩漏个人信息 就会引发网络诈骗 影响个人征讯 和呢 会被多部门联合呈戒 这个就是成都人社局呢 之前在 微信号那里发布出来的 那 所以大家就 我的看法呢 都是谨慎一点 那 怎样会 就是有严重的判刑的情况呢 我告诉大家 现在有个案例呢 就是会判刑的 但是如果你纯粹说 我只是交社保 就是要求买楼的资格 或者买车的资格呢 那个风险就低一些的 就是我相信 有些情况呢 就很严重了 就是北京发生的 2021年 那北京一间公司呢 就采取一个 虚购劳动关系的方式 为了36个呢 不具备参保条件的人产妇 用公司职工名义 交生育保险 那就骗了生育津贴 98万 那就有8个人呢 就要判刑了 那判多重呢 因人而异 就是 负责搞这一件事的人 当然是判得重 那你自己去骗钱的人 当然也是要罚 所以很难搞的就是这样了 那么 Kokimi就说 看来电片又有新题目了 那他要的 深水埗赌棍呢 就说 现在要对应个人所得税记录 是啊 那他们 有另外一个方法的 就是如果 深水埗赌棍讲的那个 他们有些呢 就是叫你呢 自己出粮给自己的 其实就 就是有些 高 高档些 或者叫做 挂靠行为呢 就是会 叫你自己出粮给自己 那你是有齐了 那个交税记录的 那 那你是不是不会被人捉到呢 其实不是的 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就是一定要说给大家 所以 如果有人说 可以帮你在 就是一线城市 搞社保 接着呢 就令到你可以买到 就是一市城市的楼 那你自己就要谨慎一点了 因为通常都是 骗人的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讲其他话题